1972年12月18日下午 129架B-52分别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和泰国乌塔堡的基地起飞 他们正在去北约河内和海防地区的路上 就在前一年迫于美国国内反战压力 尼克松下令撤出了在越南的所有地面部队 北约相信在巴黎继续和美国进行的和平谈判已经没有必要 1972年11月的美国国会选举中共和党获胜 出于反制 国会和参议院中多数反战派将在明年1月份削减战争经费 北约意识到他们现在要做的是等到1月 胜利就是他们的 尼克松此时剩下的唯一选择 就是用军事力量来逼迫北约重回谈判桌 美军最初的设想是轰炸三个晚上 但最终持续了11个夜晚 美军前三个晚上的空袭计划中 飞机将遵循相同的飞行高度执行相同的进场入境 连续三晚袭击相同的目标 该计划被认为飞机碰撞的风险比被地空导弹击中的风险还要高 第一天晚上 轰炸机群将发起三波攻击 从泰国基地起飞的B-52地形飞机将执行第一波 在39架战机的护好下 所有轰炸机排成一列纵队飞行 三架B-52组成一个单元 为了避免碰撞 单元中的每架飞机间距为1.8公里 海拔高度差距为150米 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独特的代号 轰炸机群每一个波次的空袭之间有4个小时的间隔 这让北约有充分的时间重新装田地对控导弹 另外 当时们已经关闭了B-52生产线 损失了就无法补充 机群已经接近河内地区 虽然B-52自身有雷达干扰装置 以及EB-66电子对抗飞机的护航 但北约的雷达一直在监视他们的行踪 北约的防空导弹部队由36个防空导弹营组成 装备由萨姆2防空导弹 大量的防空火炮以及米格21米格17飞机 由于干扰 北约地面上的雷达系统无法自动跟踪飞过头顶的B-52 因此当第一架B-52飞机在晚上7点45分到达城市上空时 导弹的制导不是依靠雷达回波信号 而是必须由地面操作员使用方向盘手动完成 瞄准天空中干扰信号的大致来源 第一波的空袭开始了 B-52机群对河内以北的空军基地和铁路战场进行轰炸 北约第一枚萨姆2导弹发射 第一个B-52单元堵过了导弹 毫发无损 释放了炸弹 第二单元中那架B-52被导弹击中 击穿了燃料箱 电力系统被损坏 飞行员被弹片击中眼睛 副驾驶接手 亮亮呛呛地返航了 代号为木炭的单元中 一架B-52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这架飞机是寄行B-52 干扰系统比其他型号弱 在空袭过程中 北约地面导弹跟踪雷达站压制了飞机的干扰系统 萨姆导弹直接击中了飞机前部 三菱机组人员阵亡 跳伞的三菱人员被俘虏 此时北约防空总部听到轰炸机被击落的消息后 欣喜不狂 第一波攻击群开始返航 北约防空炮兵匆忙赶赴现场 给发射架装上新的导弹 第二波攻击由来自关岛的B-52负责 包括了D型和G型两种机型 他们的护送编队几乎与第一波相同 与D型相比 G型携带的干扰器更少 但拥有更高效的发动机和更大的油箱 可执行更长的任务路线 D型配备了最新的电子对抗设备 数量是G型的两倍 所以G型更容易受到地对空导弹的攻击 该P字的30架B-52进入城市上空后 会转向进入该区域盛行的西北季峰 进行逆风飞行 使飞机速度尽量减慢 从而停留在城市上空更长时间 第二波攻击了河内周围的目标 包括铁路战场 发电厂 港口区 电信设施 大约在午夜时分 代号为桃子的单元攻击一处铁路调度场 其中的二号机向民用机场投射炸弹 摧毁了跑道宇航站楼 但在转头返航时被萨姆导弹击中 机组人员跳伞被俘 在前两波空袭中 河内的防空部队 发现了B-52干扰系统的致命缺陷 他们发现了G型B-52的干扰方向紧面向前方 所以当轰炸机猛烈右转时 在其身后 制导雷达可以压制干扰平闪 并自动引导萨姆导弹攻击目标 云辰4点30分 第三波的30架B-52到达目标上空 这一次不走运的是代号叫玫瑰的单元 该单元一号机投下的炸弹 命中了河内广播电台的发射台大楼 当地的防空指挥官一直等待 直到飞机开始右转时 才启动导弹自动跟踪系统 导弹成功击落该机 使其坠落在河内的郊区 幸存的机组人员同样的跳伞被俘 第一页攻击到此结束 129枚萨姆导弹攻击了B-52机群 摧毁了三架 另有两架受伤严重 更重要的是 北约发现了B-52的弱点 并将在以后的战斗中继续离开它 第二天晚上 93架B-52轰炸机 进行了与前一天晚上几乎相同的战术 遵循相同的飞行计划和单元之间的距离 这一次轰炸集中在铁路战场 出空美军意料之外 这一夜的空袭 北约只发射了20枚导弹 而且没有飞机被击落 美军估计可能是因为 北约防空总部转移到其他地方 导致与萨姆防空导弹站点缺乏协调所致 B-52的机组人员在第三夜 就没那么幸运了 再一次完整地重复同样的任务 萨姆导弹站点在轰炸机转弯时 击中了他们的飞机 35枚导弹击落了7架B-52 尼克松对持续的损失非常愤怒 轰炸行动的飞机数量 开始减少到每晚只有30架 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 目标的选择也逐渐远离河内 主要攻击了萨姆导弹阵地 更多的铁路战场和空军基地 但这样的做法 好像不能阻止损失继续扩大 截止到平安夜晚上7点前 会有15架B-52被击落 并有9架受死 在短暂的圣诞节停火后 尼克松下令继续大规模 对河内和海防地区的空袭 26日晚上8点 120架B-52从关岛和泰国基地起飞 今晚的这次行动 美军改变了策略 异受攻击的巨型B-52 将攻击河内外围的目标 电子干扰能力更强的地形 B-52将会去河内中心区域 另外 这一次所有的120架飞机 将不再分P次进攻 而是只用一个波次 各飞机单元要在15分钟内 同时完成对各个目标的攻击 目的是想让北约的防空系统 饱和超负荷运转濒临崩溃 在到达目标之前 护炸机编队将分成更小的单元 同时从不同的方向攻击不同的目标 而且大多数单元在丢下炸弹后 不再执行转弯动作 而是禁止离开 这次美国空天和海军 出动了110架战术支援飞机进行护航 在轰炸机到达之前 空军飞机向河内西部上空 投制了薄条弹扰弹 里面包括数千个小金属薄条 盛行西北疾风将其吹到河内上空 进入北约雷达站附近的大气层 雷达回波被云状的金属薄条反射回来 对雷达信号产生散射 使其不能正常工作 当轰炸机群即将进入攻击前 F105和F4战机 准备使用反雷达导弹攻击 任何锁定轰炸机的SAM防空导弹站点 三架1B66电子战飞机在附近空域盘旋 压制干缭北约雷达站 28架F4战机会提前进入河内和海防地区 为B-52提供掩护 与此同时 7架F111攻击机负责打击该地区的某个机场 以防止北约战机的紧急起飞 薄条金属云现在笼罩着河内和海防 萨姆导弹防空站点不得不切换回 不精确的手动制导模式 没过多久轰炸开始了 美空炸机战斗单元从不同的方向攻击不同的目标 大多数单元照常由三架B-52组成 但是代号为乌木的单元只有两架飞机 单元中飞机的干扰信号结合起来可以提供增强的相互保护 所以只有两架飞机的乌木单元产生的干扰较弱 因此更加容易受到攻击 两枚萨姆二导弹被手动发射 第一枚偏离了 但是第二枚击中了乌木二号机的左翼 B-52在半空中爆炸 燃烧的残骸在夜空中坠落 代号为辉的单元在前往攻击的途中 向指挥中心报告 他们被北约米格战机咬住 请求护航机支援 F-4幻影被引导到该单元进行满解 米格发现美战机停止追击返回了基地 但辉单元小组还是没能改脱锁定 当其在目标上空飞过时 其一号机被一枚萨姆导弹爆炸碎片击中左翼 再返回泰国基地着陆时坠毁 这一夜轰炸机部队总共投制了2000吨炸弹 因为攻击波集中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北约的防空系统激进饱河 该晚的行动 美军只有两架飞机损失 认为轰炸是成功的 虽然北约对美军轰炸有所预料 但对空袭的强度和规模感到震惊 次日北约要求继续进行和平谈判 并在1973年1月28日与美签署了巴黎和平协定 之后两个月内 600名美国战俘被释放 就这样过了两年和平期 北约觉得不会再有任何威胁时 跨过停战线进入南方 并与1975年4月30日停进西贡 越南统一